本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长篇小说《远大前程》,这是19世纪英国文豪查尔斯·狄更斯的代表作之一。 在小说的黄金时代,狄更斯和俄国的托尔斯泰、法国的雨果一样,都是站在巅峰上的人物。 狄更斯一生创作了十几部长篇小说,大量受欢迎的圣诞短篇故事和若干随笔。 《远大前程》是它的中晚期作品,无论在故事情节的建构上,还是在人物塑造、小说技法的运用上,这部小说都是狄更斯创作生涯中最成熟的巅峰之作。 《远大前程》的影响力很大,这可以从它被改编的次数看出来。 根据不安全统计,这部小说光是影视改编就有十七次。 最早的版本是1917年,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。 中国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引进了英国1974年的电影版本,当时译为《孤星血泪》,是国内最快制人口的意志片之一,影响了几代人。 进入《远大前程》的故事之前,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狄更斯的生平。 狄更斯出生于1812年,他的父亲是海军总务处的职员,算是小中产,但因为收入有限,膝下儿女又多,经常入不敷出,举债度日。 后来,他被债主逼迫而入狱。 十岁的狄更斯被迫辍学,去携油工厂当学徒,每周都要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辛苦劳作六天。 这段岁月,在狄更斯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。 我们在《远大前程》的前半部分能够看到一些痕迹。 父亲出狱后,狄更斯重返学校,但家境越来越窘迫,他不得不早早踏入社会谋生。 他的初恋女友最终嫁给了富商。 年纪轻轻的狄更斯见证了事态炎凉,却也因此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素材。 1833年,狄更斯开始写短文,此后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写作。 在狄更斯生活的年代,摄影还没有推广,他留下的文字不仅是一座文学封碑,还具有史学价值。 有一些影视片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风貌,里面那些逼真的细节离不开狄更斯当年用文字描绘的时代全景图。 狄更斯能做到这一点,不仅因为他天性聪慧,博文强劲,拥有惊人的照相事迹,还得益于他永远不知疲倦的好奇心。 比如,狄更斯28岁时,伦敦每次处决犯人都会引起全城轰动。 狄更斯为了体察人性的复杂,会提前预定行刑队伍必经的街道旁的饭店,从楼上俯瞰众生。 我们在远大前程的很多章节中,能看到有关监狱、囚犯、法庭、刑场的细节,字字落实,栩栩如生。 远大前程最早在狄更斯创办的周刊上连载,从1860年12月一直连载到1861年8月。 后来,这部小说出版了单行本,不仅销量很成功,还在评论界收获了很多赞叹。 这部小说的背景年代基本跟狄更斯身处的19世纪中叶同步,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下,当时的两个时代特征与小说内容有明显的关联。 第一,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,在19世纪中叶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高潮。 技术革命推动生产力大发展,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,也带来社会关系的巨变。 阶层分化日趋严重,底层的生活状况越来越困窘,犯罪率居高不下,伦敦成为各种尖锐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地方。 第二,当时大英帝国到海外拓展殖民地的步伐大大加快,大量劳动力被送往印度、埃及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。 我们在复述远大虔诚的情节时将会看到,这个现象对小说人物的命运转折将起到什么关键作用。 接下来,我们正式进入《远大虔诚》这本书。 这部作品的复杂性表现在人物与环境,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联,但故事本身却简约明朗。 小说按照人物的成长历程分成三部分。 第一人称顺序贯穿始终。 这个第一人称我,名叫匹普。 小说的第一句交代了这个名字的由来。 我父亲姓匹瑞普,我自己的叫名叫做斐离普。 童年时口指不清,这姓和名,我念来念去,都只能念成匹普,无论如何也不能念得更完整,更清晰。 于是,我就管自己叫匹普,后来别人也都跟着匹普匹普地叫开了。 我说我父亲姓匹瑞普,这是看了他的墓碑,听见姐姐说起,才知道的。 聊聊术语,我们了解到,小说的叙述者从小就是个贫苦的孤儿,生活在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的乡间。 周围的人对于姓名之类的事情都不怎么讲究。 我们读下去,很快就知道,匹普生活在英国东南部的肯特郡,它的家乡是一片沼泽地,附近有一条河,顺河蜿蜒而下,到海不过二十英里。 远大前程具有当时连载小说的典型特征,情节环环相扣,悬念与悬念之间相隔短暂。 读者首先看到的悬念是,年幼的匹普在一个寒冬的傍晚,被坟地里突然冒出来的陌生人掐住了脖子,他该怎么办? 瑟瑟发抖中,匹普弄清楚了,这个陌生人是越狱的囚犯,他威胁匹普从家里偷一把钢措,再加上一点吃的,第二天早上带给他。 出于恐惧和莫名的同情,匹普一一照办,为此还把家里弄得鸡飞狗跳。 囚犯得到了工具和实物,但是他身后不光有警察追踪,还跟另一名似乎与他有深仇大恨的囚犯纠缠不清。 不久后,匹普亲眼看到囚犯被抓走。 囚犯临走时主动表示,工具和实物都是他从匹普家里偷的,洗脱了匹普的嫌疑。 同时,囚犯还意味深长地看了匹普一眼,似乎要把这孩子的相貌记在心里。 此后,匹普的生活暂时回到往常的轨道。 匹普的姐姐被生活的重妇压得脾气极度暴躁,经常对匹普施以暴力,但姐夫心地善良,经常护着他。 姐夫名叫乔,开了一家铁匠铺子,一心等着匹普长大给他当帮手。 他对未来的想象从未超越过阶层的局限。 然而,命运之神向匹普露出了暧昧而诡异的微笑。 本地有个大富之家,庄园主好围乡小姐托人在附近找个小男孩,定期去陪他姐妹。 好围乡的宅邸古老而神秘,砖瓦粘身碎酒,阴森森的,四面都是秀气斑斑的铁栅栏。 给匹普开门的是个叫艾斯黛拉的年轻小姐,漂亮而傲慢。 她是好围乡的养女,年龄与匹普相仿,却总是轻蔑地叫她小孩。 艾斯黛拉带匹普去见好围乡,展现在匹普和读者眼前的是一幅古怪的画面。 一位夫人坐在扶手椅上,胳膊肘搁在梳妆台上,用手支着头。 她已是满头白发,却穿着贵重料子做成的婚纱。 这些婚纱理应是白色的玩意儿,当年固然是白的,可是如今早已失去光彩,褪色泛黄了。 这位新娘岂止身上穿的服装,戴的花朵都干瘪了,连她本人也干瘪了。 这是个类似于蜡象、骷髅的活死人,仿佛置身于古墓。 身边所有钟表都停在八点四十分。 此后我们还看到,郝威湘小姐过生日时,所有对她的财产有非分之想的亲戚都赶来,假惺惺惺的庆贺。 匹普在客厅里看到了更加荒谬的画面。 盛宴刚要开始,忽然举宅上下陷入停顿。 长桌中央有一个物件上结满猪网,老鼠在护臂板后面爬来爬去。 郝威湘小姐告诉匹普,这个奇怪的物件是她多年前的婚礼蛋糕。 这可能是迪更斯小说中最著名的场景之一,一个让时间停止婚纱中年不患的贵族新娘,一直存放了几十年的蛋糕。 这些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元素充满超现实感,但远达前程并没有变成哥特式小说。 郝威湘也不是什么女巫或者幽魂。 随着情节的进展,我们得知,多年前,郝威湘小姐曾经爱上一个骗子。 婚礼当天的早上八点四十分,盛装打扮的新娘接到骗子的信,此人卷走一笔钱,逃之夭夭。 从此,郝威湘在耻辱与心碎中过着行尸走肉伴的生活。 这种极端的场景描写稍稍游离于常识之外,却又符合小说人物的行为逻辑,还恰到好处地柔和了一点哥特元素。 光是文字本身具有的画面感,就能给读者带来足够的震撼。 故事继续,郝威湘一直教导艾斯黛拉要对男人喜怒无常,要玩弄他们于鼓掌间。 但艾斯黛拉与皮普相处一段时间之后,少女的天性难免时有流露。 有一回,皮普在花园遇见郝威湘远亲家的小男孩,俩人一言不合打起架来,皮普占了上风。 在一边旁观的艾斯黛拉悄悄对皮普说,你要是愿意的话,可以亲亲我。 然后她把脸蛋转过来,让皮普亲了一下。 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,构成了这座阴森恐怖的庄园里唯一的亮色。 然而,好景不长,没过多久,郝威湘小姐就打发皮普回家,再也不用来了。 皮普无法面对从梦幻生活抽离的痛苦,却又找不到脱离铁匠铺子的捷径。 对她来说,这个让她饱受屈辱又暗暗神往的花园,以及花园中美丽傲慢的艾斯黛拉,都代表着渴望而不可及的上等人生活模式。 皮普对这种生活模式梦寐以求,又无法向姐夫乔启齿。 但她没有想到,跟着乔当了四年学徒之后,奇迹再次降练。 皮普曾在郝威湘的府邸中跟律师贾格斯见过一面。 贾格斯突然出现,宣布有位神秘人士要资助皮普去伦敦,当一个上等人。 这一切会通过贾格斯的监护来实现。 条件只有两个。 第一,皮普必须终身使用皮普这个名字。 第二,皮普不能追问神秘人究竟是谁。 这个好消息顿时传遍全村, 种种猜测都指向郝威湘小姐。 郝威湘还主动找来皮普, 故意向他那些穷亲戚暗示, 他很可能就是那位慷慨的恩主。 皮普在晕眩中憧憬着自己的远大前程。 他猜想郝威湘如此安排, 一定是为了要把艾斯戴拉嫁给他。 到这里,小说的第一部分结束。 小说的第二部分, 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宣扬丰富的生活途径, 在皮普眼前徐徐展开。 贾格斯是第二部分的中心人物, 因为他是律师, 小说所有人物之间的关联都需要通过贾格斯来穿真引线, 因此所有的情节线最后都汇合到贾格斯身边。 巧合的设置, 情节的推进都需要这个居于枢纽位置的人物来实现。 难能可贵的是, 迪庚斯并没有把贾格斯写成一个功能性人物, 而是花了不少笔墨铺陈他复杂的性格。 贾格斯时而显得忠于职守, 唯利是图, 时而又流露出他深安人性的那一面。 读者会渐渐发觉, 在不对自己个人利益造成损害的前提下, 贾格斯对底层生活的困苦是能够共情的。 这部小说中最精彩, 最值得回味的台词, 有一半以上都来自贾格斯。 皮普在贾格斯的安排下, 与好微香的亲戚中唯一不愿巴结老小姐的普凯特一家相识。 这家人里的父亲, 教导皮普上等人应该具备的文化修养。 儿子赫尔伯特则陪皮普在伦敦混迹于各种场合。 皮普惊喜地发现, 赫尔伯特就是当年在好微香花园跟他打过一架的男孩, 如今长成了一个机敏而厚道的小伙子, 希望能在商界寻找到白手起家的机会。 赫尔伯特尤其注意当时方性未爱的海外殖民事业, 比如去印度开公司。 同时, 皮普还在贾格斯家里发现一个名叫莫莉的女佣, 她性格彪悍, 力大无穷, 曾经因为杀人罪名被指控, 经过贾格斯的无罪辩护之后, 才被释放, 从此就在贾格斯家里帮拥。 皮普在茉莉的面貌和神情中捕捉到了一点爱斯戴拉的影子, 这让她倍感惊奇与不安。 此时的爱斯戴拉刚从国外回来, 她以惊人的美貌和喜怒无常, 欲惧还迎的手腕横扫伦敦社交圈, 引来很多追求者。 作为每天都在牵挂爱斯戴拉的老朋友, 皮普看到此情此景, 倍感煎熬。 她渐渐发现, 艾斯戴拉在好微香的教导下, 一方面已经无法投入真诚的爱情, 她坚信不能在情感中付出真心, 所以就对她从小就暗暗喜欢的皮普十分警觉。 另一方面, 艾斯戴拉也厌倦了被好微香当成报复男人的工具, 寻求机会摆脱她的控制。 她觉得, 找到一个家财万贯又不会让她动情, 因而也不会伤她心的男人, 是最安全、 最实际的办法。 只有这样, 主动权才掌握在她自己手里。 于是, 皮普眼睁睁地看着, 艾斯戴拉与一个阴郁暴力, 绰号蜘蛛的富家子弟越来越近, 却又无计可施。 与此同时, 皮普在伦敦学会了大手大脚的花钱, 心安理得的欠债, 活得越来越像个上等人, 他与家乡铁匠铺子的距离越来越远。 姐夫乔上门探望他, 尽管皮普以礼相待, 但是乔的装束举止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, 双方都非常尴尬。 乔的自尊心不允许自己再继续麻烦皮普, 就匆匆离开伦敦了。 尽管皮普心里非常不安, 也只能暗自承认, 要成为上等人就意味着与过去的自己, 与出身的家庭渐行渐远。 然而, 在第二部的结尾, 命运又露出了诡异的笑容, 这回开的是个黑色玩笑。 就在皮普刚过了二十三岁生日, 不速之客找上门来, 他自称叫马格维气, 能说得出皮普的好运的来龙去脉。 皮普认出来, 马格维气就是当年他在坟地里救过的囚犯, 这个发现就像晴红霹雳一样, 惊醒了皮普的美梦。 原来, 资助皮普的根本不是好违乡小姐, 而是马格维气。 马格维气当年被抓走后, 被判终身流放到澳大利亚。 澳大利亚是当时大英帝国新开发的殖民地, 大量囚犯都被送到那里建设家园。 马格维气从放羊开始, 吃苦耐劳, 渐渐积累起一笔可观的财富。 支撑着马格维气的精神动力时, 有朝一日, 他要把救过自己的小男孩皮普, 培养成上等人。 他想亲眼看到皮普的蜕变。 于是, 他从澳大利亚回到英国。 这样做给他带来极大的威胁, 因为英国法律规定, 被判处终身流放的人一旦回国, 就是犯了重罪, 即将面临绞刑的命运。 至此, 第二步戛然而止。 到了这一步, 皮普的远大前程实际上已经幻灭了。 小说的标题本身构成了巨大的反讽。 皮普发现, 他一心崇尚追求的上等人, 并不是以好为相为代表的目落贵族, 而是处于最底层的囚犯。 他得到的资助也并不是血统高贵, 而是浸透了血汗, 同时又来历可疑的脏钱。 用现在的话讲, 一夜之间, 皮普的三观崩塌了。 故事仍在继续, 关于小说的第三部分, 有学者考证, 狄更斯原先设计的结局, 悲惨色彩更强烈, 人物的最终命运更凄凉。 但他的好朋友, 英国著名政治家布尔沃·李顿建议, 给小说加上有节制的快乐结尾, 远大前程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 不过, 即便如此, 整部小说的批判性, 以及作者掌控结构的能力, 仍然在这一部分表现得淋漓尽致。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, 狄更斯是怎么把前面放出去的线索, 一一收回来的。 如梦初醒的皮普同时面临两大问题, 他既要想方设法保证马格维契的安全, 又要把所有的疑团一一解开。 每个人的讲述都只是整件事情的一部分。 皮普把好维箱, 马格维契, 贾格斯, 赫尔伯特等人的说法拼在一起, 终于理清了来龙去脉。 原来, 二十多年前抛弃好维箱的人名叫康佩生, 有点文化, 长得也不错。 他与郝维箱同父异母的弟弟勾结, 演出了这场卷款逃婚的戏码。 然而, 那笔钱很快就被康佩生挥霍殆尽, 郝维箱的弟弟也在贫病交加, 以及挥之不去的内疚和恐惧中死去。 山穷水尽之际, 康佩生在赛马场结识了马格维契, 缩使他与自己合伙诈骗, 伪造自举。 马格维契替康佩生冲锋陷阵, 但因为不如他聪明狡诈, 渐渐成了康佩生操纵的工具。 警察挤拿两人归案, 康佩生在法庭上尽情施展自己的演技和诡辩术, 像个上等人那样动不动就低下头来, 用白手卷捂着脸, 话里头还夹一些诗句。 他把所有罪责都推到马格维契身上。 马格维契虽然找到了贾格斯替他辩护, 法庭还是把他判得比康佩生更重。 两人在监狱里相逢, 马格维契把康佩生打成重伤, 此后便是马格维契的越狱, 以及在坟地中与小皮普的初次相遇。 至于那个跟在马格维契身后纠缠不休的人, 就是同样越狱出逃的康佩生。 他们俩被警察抓回监狱后, 康佩生再次通过诡辩获得从轻发落。 正如匹普猜想的那样, 贾格斯家里的女佣莫莉果然是艾斯戴拉的母亲。 贾格斯为其无罪辩护之后, 把他刚出生的女儿送到好威香府上收养。 因为好威香要求贾格斯帮他物色漂亮的女婴, 打算收养了以后报复世间所有的男人。 让匹普惊讶的是, 曾与莫莉有过一段婚姻的男人, 正是马格维契。 马格维契一直以为女儿出生时就妖王了。 在坟地遇上匹普之后, 马格维契之所以在这个孩子身上寄托深厚的感情, 原因之一是匹普和马格维契认为自己已经妖王的女儿年龄相仿。 然而, 对于这一切, 艾斯戴拉始终蒙在鼓里。 尽管唯一让他心动的男人是匹普, 他还是决定嫁给富家子弟蜘蛛, 好尽快摆脱好威香的控制。 好威香面对艾斯戴拉的离去, 终于意识到自己这些年的复仇使害人害己。 在孤独悔恨中, 他听从匹普的建议, 悄悄给了赫尔伯特一点资助。 但是庄园里一场不慎燃起的大火, 最终将好威香推向死亡。 匹普亲眼看见好威香身上的那件黯然无光的新娘礼服, 化作一块块带火的火容, 在烟雾缭绕绕中满是飞舞。 但匹普没有时间为这一切哀伤, 种种迹象表明, 康佩生已经发现了马格维奇的蛛丝马迹, 马格维奇随时可能被告发。 匹普决定尽力一搏, 划船护送马格维奇出逃, 但在最后一刻, 还是被康佩生带来的警察追上。 一时间, 水上水下扭打成一团, 最终康佩生葬身海底, 马格维奇被缉拿归岸。 匹普陪伴马格维奇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日子, 听他诉说要将自己培养成上等人的愿望。 上脚架之前, 马格维奇在狱中刻然尝试, 他至死都不知道, 自己辛苦挣下的财产一分钱也到不了匹普的账上, 他们都将被冲攻。 匹普在还凉一梦之后, 被打回原形, 姐夫乔帮他还清了剩下的债务, 此前好微箱资助的那部分钱, 帮助赫尔伯特建立了海外殖民生意的基础。 不久之后, 匹普也跟着赫尔伯特远赴埃及开罗, 渐渐打开局面, 成为公司的股东。 十一年后, 重回故里的匹普又回到好微箱的旧宅, 忽然看见小镜上孤零零的身影, 正是艾斯黛拉。 他婚后曾受尽丈夫的虐待, 两年前丈夫在马车事故中丧身, 两个历经磨难的中年人百感交集, 终于能抛开所有上等人的表演程式, 以平等, 平心静气的姿势凝视对方。 小说最后一段是一个开放式的, 暗示光明的结尾。 匹普说, 我握住他的手, 和他一同走出这一片废墟。 当年我第一次离开铁匠铺子, 正是晨雾消散的时候。 如今我走出这个地方, 业务也渐渐消散了。 业务散处, 月花皎洁, 静暮辽阔, 再也看不见冲冲幽影, 似乎预示着, 我们再也不会分离了。 小说的故事就讲到这里, 很少有小说能像远大前程那样, 在跌宕动人的故事中, 仍能将讽刺和批判的力度贯彻得如此彻底。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上等人, 在原文中就是通常译成绅士的gentleman。 上等人的译法, 准确地表现出这个词, 在这部小说中蕴含的多重意义。 它既是高人一等的阶层, 是财富、风度和道德标准的象征, 也是平民成长的终极目标。 然而, 读完整部小说, 我们会发现, 这个故事的行进路线, 就是一步步解构这个词的过程。 对于社会身份如何塑造、 禁锢乃至异化个体, 远大前程做出了绝妙的概括和批判。 匹普在大起大落的人生中, 渐渐领悟所谓上等人的虚伪乃至虚妄。 他最终发现, 最宝贵也最有力量的品质, 并不在大都市的浮华声歌中, 也不在豪宅深渊的锦衣玉石中, 而是在铁匠姐夫木讷的言辞中, 在患难朋友伸出的援助之手中, 甚至在死囚拼尽性命的真情流露中。 匹普对人性的体悟与自己的成长同步, 这个过程写得丝丝入扣, 令人信服。 同样被解构的还有前程。 小说不仅集中表现了匹普的前程如何起落, 幻灭, 同时也有意用前程这个充满讽刺意味的标识, 度量小说中出现的所有人物。 囚犯、铁匠、势力的乡亲、 事故的律师、恶贯满盈的骗子、 道貌黯然的法官。 人人对于前程都有自己的理解和标准。 比如,骗子康佩生在法庭上扮演上等人, 一番诡辩骗过了法官, 法官对他表示惋惜, 说他本来很有前程。 这些嘈杂纷繁的声音构成了多重副调, 渲染强化了小说主题。 也有评论家从殖民文化的角度, 分析远大前程中多次提起的海外殖民地。 赫尔伯特刚出场时, 心心念念想要去印度开公司。 马格维奇在流放地澳大利亚发了财, 皮普最终找到安身立命的途径, 适合赫尔伯特去开罗。 这些情节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尚, 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狄更斯的复杂心态。 既然他对英国国内尖锐的社会矛盾深感忧虑, 那么对他来说, 那些他没有实地探访亲眼见证的海外传奇, 也许能提供一些希望和出路。 在这些部分, 狄更斯想象的成分远远大于计时。 在狄更斯世界里的所有人物, 哪怕只有一点过场戏, 都会有一个明确的职业。 观察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特点, 探究人们如何安身立命, 是狄更斯的一大爱好。 小说中, 这些人物总是说着让人一听就身临其境的行话, 用符合自己职业特点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。 这种对准确性的努力追求, 是英国文学经验主义传统的一脉相承, 在狄更斯身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 远大虔诚的文本就是典型的例子, 比如, 贾格斯这个人物与律师身份高度吻合, 每句台词都包含着对对方的盘问, 即使不说话, 他摇摇实指的神态也充满质疑。 当他想要把真相说出来时, 也一定要用假设来规避自己的风险。 我们来感受一下贾格斯的典型台词。 皮普, 现在贾是有这样一种情况, 贾设有这么一个女人, 她的处境正如你刚才所说的那样, 挤住她把自己的亲生孩子藏了起来, 不让人知道。 可是, 一经她的法律顾问向她说明白, 为了便于她考虑如何替她辩护, 她必须了解那个孩子究竟是死是活, 于是她不得不把事实真相告诉了她的法律顾问。 假设这法律顾问同时还受了一位脾气古怪的阔妇人的委托, 要替她找个孩子, 让她来抚养成人。 最后, 需要指出的是, 远大虔诚的文本揉合了多种文学元素, 设计巧妙地宛如一件精美的艺术品。 歌特元素的融入, 让小说的现实感与梦幻感交织得天衣无缝, 反复出现的来自监狱, 行场, 求车的各种传闻和声响, 就像隐隐约约的背景音乐, 与庄园的画面构成内在张力。 有评论认为, 这部小说把整个伦敦都比喻成一座监狱, 就是这种气氛铺陈造成的效果。 隐喻与现实在远大虔诚中彼此渗透, 互相烘托, 让这部作品成为一部回味悠长的时代预言。 到这里, 远大虔诚的精华内容已经为你解读完了。 每天听本书为你解读了狄更斯的其他三部作品, 双城记、圣诞颂歌和大卫考博菲。 如果你对狄更斯感兴趣, 不妨找来听一下。 最后, 我们来回顾一下本期内容的知识要点。 第一, 远大虔诚是狄更斯创作生涯中最为成熟, 堪称巅峰的作品。 狄更斯在这部作品中, 精妙地概括和批判了社会身份, 如何塑造、 禁锢乃至异化个体。 第二, 小说主人公匹普在大起大落的人生中, 渐渐领悟到所谓上等人的虚伪和虚妄。 匹普对人性的体悟与自己的成长同步, 狄更斯把这个过程写得丝丝入扣, 令人信服。 第三, 远大虔诚的文本揉合了多种文学元素, 就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。 隐喻与现实在远大虔诚中彼此渗透, 互相哄脱, 让这部作品成为一部回味悠长的时代语言。 好,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全部内容。